金華承諾是在整辦中 柯文的那一天 其實吳邦審問的時候 外面想說是寬度 但他現在延伸討論說 吳邦寬對他還有很長的斷路 要說 因為是法官在那一天 北京的新聞稿也說了 覺得金華承諾他容積 他們也認為是有問題嗎 我想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一位都省委員曾光宗 他是中原大學建築系的教授 也是台灣建築領域各個工協會的理事長 他在臉書上寫出的幾點聲明跟主張 我希望台灣社會好好去看看 一個都省委員 他的見證跟他的呼籲 他說 對於主管機關 對於政治人物而言 絕對不應當以一句不知道就帶過 曾光宗理事長說 對於主管機關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而言 也不應當送出不合法規的容積案 就丟給都省會 獻這些都省委員於不義 對於民間的財團 當然不要犧牲公共利益 來謀取自己財團的暴力 當然曾理事長也提到 對於每一個都省委員都應當勇敢的在會議中做出正確的主張 否則就會很輕易的被主管機關都發局裁定說 你的意見不明確 就把你歸為同意的那一方 最後曾光宗教授也說 對於容積獎勵的國家政策是不是過於腐爛 執行上有很多的弊端 都應當予以好好地來解釋 我希望社會藉由這個珍貴的 雖然它是一個司法的個案 但是金華城的容積案 它是涉及重大的首都的公共利益 大家一起來關心政策層面的問題 大家一起來聚焦在決策的過程是否有所必端 這才是在這個世界上 台灣社會能夠擁有的深刻的反省 那我也要說 黃國昌最喜歡對於這些強大的來監督所有的行政官員 柯文哲今天竟然以一個我不知道就想要為自己脫罪 柯文哲的我不知道就是說謊 柯文哲的我不知道是一個司法訴訟上的策略 如果一個每天七點半就嗡嗡嗡的市長幹了八年 對於金華城這個破天荒違反法規的容積大放送 他不知道 請問黃國昌立委 一個官員在質詢台上對你說他不知道 黃國昌是不是就會因為他是虛偽不實的陳述 而現場咆哮動怒呢 黃國昌會不會因為任何一個官員不敢說實話 做出虛偽不實的陳述 甚至涉及說謊 而要把他以藐視國會罪來移送呢 問問黃國昌 作為立法委員監督行政的黃國昌 他可以接受台北市市長或是任何一個行政官員 在執行台上做出這種虛偽不實的陳述嗎 所以非常的遺憾 金華城這個案子 我們希望檢調勿往勿縱 讓證據說話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觀察 吳斯堯我 過去擔任市議員 我現在是立法委員 我對於我監督市政到把關國家的國家制度 我對於本案我一定關心 我也有我個人的評論 但是我們要自制的是 我們不要去攻擊司法檢調辦案的人員 讓司法公正真的能夠漸行